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密室人物》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曼德拉南非自由之父的常务漫漫 二凡种族隔离斗争 曼德拉的不屈不挠 曼德拉遗产何介于多元的典范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曼德拉南非自由之父的常务漫漫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那儿句 曼德拉一位不仅仅是南非的国宝 更是全球自由与正义的象征 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部史诗般的电影 只不过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历史 而主角则是一位千不可摧的灵魂 首先让我们设定一下背景 想象一下 你生活在一个被种族隔离制度 而考尔台严重压迫的国家 这个制度不仅仅是种族歧视的旗帜表现 更是对人类尊严的极度践踏 在这样的背景下曼德拉站了出来 他不仅仅是站了出来 更是走上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自由之路 曼德拉的故事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 抗争 监狱 和解 首先是抗争 曼德拉年轻时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NG从法律工作到地下活动 他用尽一切手段反抗种族隔离 他的抗争就像是在告诉世界 对 看吧这里 这不对劲 但是这条路并不是扑满玫瑰的 而是充满了惊奇 接住是监狱 1962年曼德拉被捕 随后在1964年被判终身监禁 想象一下你最好的年华都在一个小小的牢房里度过 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无疑是绝望的深渊 但曼德拉却在那里找到了希望的活种 他在罗本岛监狱度过了二七年 成为了全世界自由斗争的象征 最后是和解 1990年曼德拉被释放 这不仅仅是他个人自由的开始 更是南非历史的转折点 从监狱走出来的曼德拉 没有选择报复 而是选择了和解 他与当时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共同 终结了种族隔离 开启了国家的新天章 1994年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 这一刻不仅仅是曼德拉个人的胜利 更是整个人类对于自由平等正义的胜利 曼德拉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深刻的气息 他教会我们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挑战 只要有信念就有信念就有希望 他的故事就像是一盏明灯 照亮了人类追求自由和正义的道路 最后我想用曼德拉自己的话来结束这次分享 我从未渴望自由 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自由 我渴望的是自由 是为了创造一个充满暗与和平的社会 曼德拉的故事不仅仅是南非的故事 更是全人类的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反种族隔离斗争曼德拉的不屈不挠 好的 让我们一起探索纳尔逊曼德拉这位历史巨人的故事 但以一种稍微不那么严肃的方式 想象一下 如果曼德拉的生活是一部电影 那么它绝对是一部动作片 励志剧和爱情故事的完美混合体 而且别忘了还有一点点的法庭戏剧 首先我们的主角纳尔逊曼德拉出生于一九一八年 他的名字 胡罗号了在他的母语中意味着拉树枝的人 或者更通俗的说麻烦制造者 看来他从一出生就注定要摇摆不定 挑战现状了 快进到他的成年生活 曼德拉成为了一名律师 但不是那种只在办公室里打印文件的律师 不他是那种站在前线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战斗的律师 想象一下 他穿着锋利的西装 用法律书籍作为他的盾牌与不公正作斗争 这部分电影绝对是法庭戏剧的高潮 但是曼德拉很快意识到要打败这个系统 他需要做的更多 于是 他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员安西 并开始了他的地下活动生涯 是的 这就是动作片部分开始的地方 我们的英雄不仅是一位律师 还是一位命力战士 与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作斗争 然而就像所有好的动作片一样 英雄总会遇到挫折 1962年曼德拉被捕过 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但是这并没有结束他的故事 相反 他开启了励志剧的部分 下站一下 我们的主角被困在罗本岛的牢房里 但他的精神和决心却无法被囚禁 在接下来的27年里 曼德拉成为了全世界反对种族隔离的象征 他在狱中学习 教育其他囚犯 甚至在硬程度上管理了监狱 他的牢房变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大学 这里的课程包括自由 平等和人权 最终1990年曼德拉被释放 这是电影中的高潮 他走出监狱的那一刻 不仅是他个人自由的象征 也是南非即将迎来新纪元的标志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曼德拉接着成为了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 领导这个国家走向和解和团结 这部分是爱情故事 不仅仅是曼德拉和他的妻子格拉萨马歇尔之间的爱情 但是他对于整个国家的爱 所以如果我们要总结那儿句曼德拉的一生 那就是一部充满了动作 励志爱情和一点点幽默 毕竟他以幽默著称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的电影 他教会我们 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 只要有决心和勇气 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而且 如果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幽默感 那就更好不过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曼德 曼德拉遗产 和解与多元的典范 好的好的 让我们一起探索 纳尔逊曼德拉这位历史巨人留下的遗产 以一种稍微轻松 又不是深度的方式 首先想象一下 你坐了27年的牢 不是因为你偷了邻居的未发密码 而是因为你反抗了一个制度 一个将人们基于肤色进行分类制度 出狱后 出狱后 大多数人可能会想着 怎样报复那些曾经伤害他们的人 但曼德拉先生 他选择了和解与包容 这简直就是超级英雄级别的戏胸 曼德拉的和解之意 可以说是比任何好莱坞大片还要精彩 想象一下 这位刚从监狱走出来的老人 不仅没有对那些曾经压迫他的人怀恨在心 反而邀请他们来喝茶聊天 甚至还有传言说他邀请了审判他的法官来参加自己的就职典礼 如果这不叫大度 那世上也许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了 曼德拉的多元文化遗产 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在他的领导下 南非从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 变成了一个彩虹国家 他让世界看到不同的肤色文化和信仰 不应该是分裂和冲突的源泉 而应该是共同进步和繁荣的基石 这种观念在今天的世界依然极具启发性 曼德拉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时尚偶像 他的曼德拉衬衫成为了他标志性的习象 这种色彩鲜艳图案独特的衬衫 不仅展现了他对非洲文化的骄傲 也反映了他不拘一格 保重多元的个性 想象一下 如果世界上的领导人都穿上彩色的衬衫 会议室里的气氛 一定会轻松步上 最后曼德拉的遗产教会我们 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报复或者压迫 而是来自于理解宽容和爱 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 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希望和光明也从未远离 所以下次当你觉得生活对你不公 或者想要对那个抢了你停车位的人怒吼时 不妨想一想曼德拉 也许换个角度看问题 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最后我想邀请你们我的观众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你们对于纳尔逊曼德拉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认为他的遗产对于今天的世界有何意义 请在评论中分享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作为六度世界的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非常期待与你们的互动和讨论 曼德拉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 而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为自由平等和正义而战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人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